大家好,欢迎观看出版社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整理蔬菜的一些心得 首先是大葱,属于必备型 每次也不能只买一根 我都会洗好切成每次需要的大小 蔬菜变坏,能用肉眼判断的就是变软出水 所以保存蔬菜最重要的是除湿 厨房纸或者报纸都可以 折成合适大小,放入袋中 再将大葱依次放进去 这样看起来美观,而且能保持新鲜 但是这也是一笔费用 所以我通常会指定一个盒子 专门放这种必备配菜的 这个中间有个网,可以隔离水分 但是还是需要在下面垫张纸 然后再放进来 绿椰蔬菜也是一样 需要厨师,韭菜,菠菜,小葱之类的 只需要找张报纸包起来 以前都是随手拿的 现在报纸好难找 这都是这几年在机场 或者是别人给我发快递时候用的 我都斩起来的 黄瓜也是一样,用纸包起来 差别就是需要一根一根去裹 避免它们互相接触 只要一个坏了 其他就很快都坏掉了 大蒜一般我用蒜末比较多 不想每次去剁 所以一次性多做点 留着慢慢用 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大蒜 不会变色的小窍门就是洋葱 洋葱的水分可以很好的隔离空气 防止大蒜氧化 吃的时候只要不是特别留意 基本尝不出洋葱的味道 最长我放过4个月 颜色稍微会变黄 但不会变绿 当然我并不是让你吃那么久 只是告诉你效果 放进能密封的保鲜盒 在冰箱里储存 虽然剁蒜末也不需要多长时间 但这样真的是太方便了 习惯了就觉得现做的好麻烦 不喜欢洋葱的朋友 可以选择冷冻起来 将蒜末放进来 想好自己每次需要多少 调节蒜末的厚度 用刀背压出自己觉得合适的大小 压好之后进行冷冻 冻好的蒜末根据压痕掰下来 不用担心解冻的问题 大蒜里头没有放水 所以解冻也是非常快的 做凉菜的时候用手按压就能散开 装到保鲜盒里 用的时候拿一块 最后总有一些用完剩下的边角料 用之太少扔之可惜 切成小块扔进碎菜机 搅成小菜碎 装进盒子里 同样下面也需要垫纸 可以直接放到纸上面 我这个中间是带一层网的 我就放在这个网上面了 这个可以用来做炒饭 炒鸡蛋 或者是做豆腐等等 今天孩子们想吃鸡蛋卷 正好用上 我很喜欢做鸡蛋卷 因为孩子们不爱吃蔬菜 这样就跳不出来了 只能吃 最后再带上点仪式杆 再奖励点番茄酱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